歡迎您持續鎖定時點不一樣 先帶您直擊是珠海航展在今天登場了 其中最受注目的莫過於就是這一款殲35V的戰機 它展示了飛行能力 而地主中國大陸這一次平秀肌肉 就是要展現軍工能量 中國大陸第15屆珠海航展地主精銳進出 而頭號焦點非它莫屬 開啟後燃器 殲35戰機在眾人注目下加速爬升 解放軍第五代戰機陣容心血加入 是現在完成式 武漢的水泥航空母艦上面 已經有殲35 未來殲35應該會是 解放軍航空母艦的標準配備 雙發動機全逆中構型 預估將能配備對空對地對海 各型中國大陸製空射精準武器 儘管仍然不是艦載機版本 依然足以衝擊各界後續對中 軍力評估和軍武市場 海軍航空隊的規模 其實跟美國海軍規模是不太能相比 它一架飛機生產塑料如果做不到 大概100架左右的話 其實生產不到經濟規模 發展起來成本是很高的 那如果能夠遵循像例如說F-35模式 跟空軍使用一個共通的機體 只是在機體有一些基本上的一些差異 在成本上面可以降低很多 殲35戰機當初在研發的時候 主要就是艦載機 還有外貿戰機為主的話 這個時候未來殲35戰機 就可能會讓很多買不起 或是美國會賣F-35戰機的國家 成為他的考慮的首選 不過美軍也不是光靠F-35 就足以主導全球海權 如果說今天中共它的軍力發展 是以美國為最大的假想值的話 那自然的就是美軍要有的東西 它盡量都要能有 其實美軍的航艦打擊群 它們對外作戰的時候 最大的戰力來自於空中的戰機 而這個空中的戰機 往往能夠克服置身 很大的原因就是航空機器本身 伴隨式的電戰能力非常的強 中共飛沙艦載機系列衍生機種 兩架將不屬於福建號航艦的 彈射型殲-15 和一間掛載電戰夾艙的殲-15D 藉著三機編隊衝場 首次公開面試 不過當共軍未來的海上航空兵力 陣容更加全面 也代表著對台威脅 形態更多樣 當它的機隊接近到 對手的航空母艦打擊群的編隊 或者是接近台灣的附近的時候 它就已經可以提前的進行電子干擾 或者是電子反制 那當然也對我們台灣造成很大的影響 性能展示靠動態操演 而無限延展的中國大陸無人機宇宙 則藉著展區幅圓遼闊 逐一呈現 九天無人機就是 它因為它號稱是可以做一個 風群的母機 就是它可以丟很多的小型無人機 過去很多人警告過 這種風群無人機的戰術 可能對台灣的防御能力 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外型類似有棱角的美軍全球鷹 新型九天無人機 模組化的任務艙和武器掛載電 能視不同需求 支援一般運輸或是作戰 後者就包括了施放小型無人機 而同樣首度亮相的 除了雙尾纖後繼機種 和能逆中的彩虹器 虎金無人作戰艇更是備受矚目 如果說要是採用空中 對海上目標進行打擊 或者甚至是突擊中共的 這種海上的高價值目標 例如說兩棲突擊艦 或者航空母艦等等 可能就會遭遇到這種 逆中的這種無人艦的防空系統的攻擊 而中共自豪的紅旗防空系統也推陳初心 射程號稱160公里的16F1 事隔兩年再度亮相之外 官方大力宣傳的紅旗19 更是標榜能游刃有餘地應付戰術彈道飛彈 被視為對著包括海馬斯在內的美系軍備 隔空校正 加上中俄三款第五代戰機 史上頭一遭同場鎮豔舉世關注 打開錄製軍備 市場能見度主軸背後不無宣示目的 在俄羅斯投入之後 他的各種武器裝備 就沒有辦法在到世界各國的各大行長去展覆 還沒有把它列為敵對或是武器禁運 或是禁止受購的這些國家 也算是開一個這個銷口 這個限制裝備再次展現 當然也有讓這個區域內的這些國家 可以就近觀察中國大陸 這個軍事科技開展或開發的這樣的情況 積極擴展外貿銷售櫥窗之際 也這個同時能夠展現他的學習能力 在地緣政治情勢變化中 東亞代表性的航空展演之一 在軍迷搶看熱鬧之際 商家看門道 而我國更需要從中反思 應對之道 TVB的新聞 新聞廠 謝神希 葉月甫 陳向如 台北珠海才能報導 美國新總統川普上任之前 俄烏狀況未定之際 澤勒斯基現在證實了 說俄軍集結了五萬大兵 要猛攻奪回庫斯克 而這當中呢 還包含了北韓的部隊 甚至他們炸毀了 烏東前線的一座水拔 俄羅斯士兵鬼鬼祟祟 想穿越庫斯克地區的普塞爾河 不過一舉一動早被看光 烏軍第129國土大隊 從空中掌握行蹤 瞄準攻擊 這段畫面也顯示 俄軍這波反擊 失敗收場 另一邊 烏克蘭第95空降突擊率 也目睹類似的過程 畫面中一輛輛 俄國軍車再度盲目往前開 最後當然是重演相同命運 畫面拍下水邊的道路 俄國軍車又被當把心瞄準 逼得士兵狼狽爬行跳進水洲 算一算烏克蘭攻入庫斯克州 已經整整三個多月 俄羅斯直到最近才開始增兵到庫斯克 阻擋烏克蘭進攻 俄國派出五萬大軍想要收復失土 不過當地的居民早已不耐煩 自拍影片向普京喊話 目前還不確定這波五萬士兵中 包含多少的北韓士兵 但敏感時間北韓官媒公布這個消息 金正恩正式批准與俄羅斯的 共同防禦條約 北韓部隊可以名正言順加入 俄烏烏戰局 北韓兵十元增添戰場的變數 另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 還是川普上任後的立場 選前曾誇口能24小時停戰的川普 其實並未把話說死 不料他的長子小唐納又在IG 限動諷刺 澤倫斯基津貼倒數38天 暗示可能停止隊伍援助 究竟川普未來會怎麼做 俄羅斯民眾也很好奇 我沒有想到他能夠直接結束 但我感覺到他能夠做一些 一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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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方的雙方 一定會接觸到終結束 我們都很想要這個 很想要這個 因為已經結束了 因為這已經不可能 我希望我們來接觸 共同意 共同意 俄羅斯同一時間 加強鎖定 烏克蘭民宅攻擊 11號這天 南部尼古拉耶夫 中部的克利 普洛市 以及東南部的札波羅熱 都有住宅高樓背後 烏克蘭人又怎能輕易原諒 烏克蘭還在家庭訓練新動員來的士兵演練項目包含突擊 俄軍站好 當中還設計出遭遇敵軍 無人機在空中盤旋 若真的碰上該如何協調通報反無人機小組也可以一併得到練習 烏克蘭媒體 報導新版本特訓加倍射擊彈藥的練習術 訓練的時間也在拉長 就是要確保士兵們能應付更多戰場狀況 俄軍站好 打擊在一場戰場 實際上是一場戰場 這是新的一種準備 當中的一場戰場 為了解惡恐怖 打擊在敵人 為了解力 從近來看見目標 俄武之間前一天才各自展開最大規模無人機攻擊 烏克蘭當局再指控俄羅斯 空襲盾內刺客前線附近的一座水壩 地孽、波羅地區、沃夫恰合附近水位持續上升 接下來可能有淹水危機 別新聞 字幕報導 房貸的壓力是不是令你也喘不過氣呢 這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美國 通膨雖然說稍稍的趨緩 但是房貸的利率還是很高 甚至是20年來的新高 外界更預期在川普上任之後 高關稅恐怕還會推升房價 前美國加州州長阿諾史瓦辛格 在退伍軍人節這天 當起披薩外送員 來到退伍軍人社區與大家同歡 也為他們打抱不平 近期美國退伍軍人事務部被爆出多年來偷偷出售 用來蓋退伍軍人住宅的土地給私人機構 遭判定違法被法院勒令 終止所有非法使用協議 加蓋1800套住房 解決退役軍人 住房極度短缺問題 有研究顯示因為無家可歸 退役老兵傷亡比例有過高情形 另外為了保障老兵居住權益 政府還提供超郵會貸款利率 可惜的是一般人享受不到這項福利 房貸利率創二十年新高 物件稀缺也讓房價居高不下 根據統計上個月全美房價中位數約合1200萬台幣 比去年同期還高3.1% 首購族降到剩24% 同樣創新低 近幾年一項叫做可承擔抵押貸款的方式 則引起房市關注 可承擔抵押貸款因為太罕見不容易申請 房子買家抵押貸款也得是向退伍軍人房貸的政府承擔貸款 但買房者能用較低的房貸利率減便宜 此外要想壓低房價就得多蓋房子減少需求 不過即將上任的川普新政府可能增加建造成本 反倒推升價格 關稅讓建材等進口貨物變貴 通膨難以降溫 聯準會到時又得升息 房貸更高恐怕是惡性循環 專家也指出川普想降低通膨和減稅 但過多減稅反而推升通膨 大規模驅逐外來移工勞動力 也會導致物價上漲 面對未來經濟不確定性還是很糟 不少消費者決定即時行樂 花大錢購物 讓自己或親友享受 尤其感恩節和耶誕節快來臨 在目前通膨有放緩跡象時 今年假期消費額有望創新高 每次市場市場市場地交稅 比特币也首次涨破8万6千美元大关 不过川普关税政策推动美元需求强劲 反而下跌黄金现货价格幅度达2.5% 显示避险资产对投资人的吸引力有所下滑 TVBS新闻综合报导 到南韩旅游很流行就是要跑咖 但是对当地人来说 要喝这一杯咖啡恐怕都成了负担 当然还是跟通膨是有关系的 高物价就连咖啡的价格也全面调涨 出现了咖啡通膨 连锁咖啡品牌在南韩接连涨价 Starbucks中杯涨300韩元 大杯涨600韩元 其他的平价品牌也更进调涨 南韩最大的集中咖啡品牌宣布15号起 咖啡包等产品售价平均调高8.9% 而根据韩国的市场调查 超过七成三的民众认为 现在喝杯咖啡都是奢侈 市售咖啡价格高出消费者预期10% 甚至超过1000韩元 约高出23块多台币 还有油价连续四周上涨 在11月第一周南韩全国加油站 切油平均售价每公升来到1613.3韩元 比前一周增加13.1韩元 约一周涨了0.3台币 대한石油협会 관계자는 아직未 반영된 유류税 인상分과 국제 유가 상승을 감안하면 1、2주 정도는 기름값이 더 오를 것으로 보인다고 전망했습니다 各种物价上涨后以及低率环境南韩的家庭贷款成长幅度在9月下滑后10月再度扩大 增加了2.7兆韩元等于620多亿台币的增加负债 令南韩政府担心家庭债务过高会排挤消费 上升今年的秋季服装明显卖不动 主要 의료업계三分期 실적을 보면 삼성물산 패션 부문은 매출이 지난해 동기보다 5% 줄어든 4,330억 원 영업이익은 36% 감소한 210억 원을 기록했습니다 南韩的服装业界分析 除了异常高温導致秋冬大衣销售放缓 更主要原因就是经济低迷 令民众的消费信心下滑 反映消费的零售销售额指数 已经连续时隔季度下跌 南韩国家统计局11日公布最新数据 今年第三季度7到9月 全国零售额比去年下滑1.9% 전국 17개 시도 중 소매 판매가 감소한 것은 인천 강원 서울 등 12개 시도입니다 내需不振 店家赚不到钱 首有出现餐厅倒闭潮 不少店家挂出求足 30% 많게는 50% 정도 매출이 감소하고 있고요 폐업 소상공인들이 계속 증가하고 있습니다 코로나 때도 많은 어려움이 있었지만 그때보다 더 어려운 虽然南韩的通膨问题已经放缓 消费者物价指数涨幅稳定在1%左右 但是南韩的消费者信心下滑 内需低迷 专家呼吁政府要有刺激措施 先前超过1万韩元的大白菜 价格回落 在超市的泡菜食材区 人手一抓就是两三颗以上的大白菜 原价一颗8320韩元 扣着政府的折扣促销 变成每颗2800韩元 令婆妈们蜂拥而至 政治秋季是南韩国民美食新奇的制作季节 南韩政府集中供应24000吨的大白菜 和9100吨白萝卜 释放大蒜等调味蔬菜的储备量 稳定民生消费 另外有超商 正对大学周遭推出现实优惠 原价5000人韩元约120台币的便当 只要1000韩元不到30台币 收到学生族群排队抢购 现在1万韩元约230台币 很难在南韩好好吃一餐 隐形院政府面对整体社会高通膨危机 试图品益物价 还喊出年金改革刺激生育率 才能面对看不见尽头的内需消费低迷 TV新闻组合报道